好 第八的这一题呢 它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题型 它是Property Distribution for Discrete Random Variable 它叫我们找 k 我们知道呢 就是这一个部分 Property全部加上来 会是等于1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一些 跟它加上来会是等于1 所以这个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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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等于1 ok 很丑的那个字 ok 好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 会是123 69 9k等于1k等于119 所以A这边我拿到k等于119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表呢 它就会变成了 这一个是 就是这样 就是说 他这一个是119219319 然后再来219119319 这样119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这一个是119219319 219119 然后我不要越减他的分母 因为越减他的分母 等下我在算的时候反而很难 所以1跟3的时候 他是1192加319 所以直接419 大过等于2 大过等于2的时候 他就2321 所以他这一个是2321 所以他变成89 当然c的这边我的px大过等于2的话呢 我可以用1减掉px等于1啊 所以1减19等于89 1到4有包括1 不包括4 所以他是1.9 2.9 3.9 然后他变成6.9也就是2.3 好 好第九题这一个题目呢 他是descript random variable 然后他让我们找k 我们知道全部加上来等于1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k等于1减掉0.1减掉0.3 再减掉0.05 所以他是0.55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点1加点3加点55加点05 然后他等于1 ok 好 我在不小心发现了一个赤蛇的方式 就是点1 计算机会帮我认成是0.1 ok 好 所以b的部分 他要我propriety for t大过2 t大过2的话就是4.96的加上来咯 或者是1减掉p t等于1咯 所以1减掉0.1 所以他答案是0.9 好 就是这样 好 在考试的时候呢 他的b的部分他有两种做法 然后 呃 第二种做法 pt大过2 就直接0.3加0.55 加0.05 然后他就会变成0.9 可是我自己本身呢 会比较喜欢第一种做法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用的这个0.55 是我自己算出来的 如果这边算错了 我接下来也跟着错 可是如果我用这个方法 即使我这边算错了 我这边还是可以拿到对的答案